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电位差 跟电场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这个图 这是等位线 所谓等位线就是说 在这个图上面的每一个点 它的电位都是相等的 那它之间的产生有一个均匀电场 所谓均匀电场就是说 在中间的每一个点的电场的 大小跟方向是相同的 那你可以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电场它的方向呢 一定是从高电位到低电位 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电场它是一个向量 但是电位它是存量 所以电场的方向一定是从 高电位到低电位的方向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 电场的方向一定跟等位线是垂直的 那关于这一点我解释一下 因为电场其实它有所谓的电场线 所谓的电场线就是说 把一个正电荷呢 顺着它的这个受力的方向移动 所产生的这种假响的线呢 叫做电场线 那为什么电场的方向一定跟等位线的方向是垂直的呢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电位相同的点 它在上面移动的时候 电场对它是不会产生做工的关系 因为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电位的观念 就是说一个测试电荷摆在那个点上面 好 它跟电场之间形成的这个能量呢 除上它的测试电荷的电量 就是那一个点的电位 那电位既然相等的时候呢 它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电场当然绝对不可能对它产生做工的关系 因为它的能量是相等的 但是它在电场的方向移动的时候呢 电场一定对它有做工的关系 好 那我们了解根据做工的关系 力的方向 如果跟位的方向是垂直的时候呢 那当然代表这个力对它是没有产生做工的关系 对不对 那所以它在等位线上移动的时候 那跟这个垂直方向移动的时候呢 因为等位线上移动的时候 代表这个力的方向跟它位的方向是垂直的 因为电场的方向是代表力的方向 跟它移动的方向是垂直的 所以电场一定是跟等位线是垂直的关系 好 那根据功能定理的解释呢 就是说 我们用A的电位减掉B的电位 就是它们两点之间所形成的一个电位差呢 刚好会等于这个电场 乘上这两个等位线之间的距离 好 我们来看这个例题 我们假设一个电场 是一个均匀的电场 它的方向是跟水平往下37度 就这个电场 那在这个电场里面呢 我们取两个水平点 P跟R呢 刚好是在一条水平线上面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P点跟R点之间 是不是有所谓的电位差 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单纯 我们就做等位线 我们了解等位线永远都是跟电场的方向呢 是垂直的 所以你从P点做过去也可以 从R点做过去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那以这个图来讲 我们是从R呢 做一条等位线 那表示说R front的电位呢 一定是跟R的电位是相同的 那因为P呢 到R front的方向 刚好就是电场的方向 由这个地方来可以了解 P的电位一定比R front的电位呢 来得大 所以根据公式的探讨 P的电位呢 减掉 R front的电位 也就是R的电位 我这边直接就写成R好了 因为两个电位是相等的 那就会等1乘上D 那这个1呢 就是4000 因为它是一个均匀的电场 那至于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我们就利用这个直角三角形来求 因为刚好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这个距离呢 就是代表这个斜边 它的斜边是一公尺 乘上cos的37度 那我们知道cos的37度刚好是0.8 所以1乘上cos的37度就刚好是0.8 所以很快的就可以算差的结果 就是3200 那电位的单位呢 我们知道是福特 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在一个晴朗的天气当中 我们知道天气越晴朗的话呢 它空气中的带电粒子呢 就会比较少 但如果乌云密布的时候呢 空气中的这个带电粒子呢 就会比较多 所以它产生的电场呢 基本上也是蛮大的 那先跟同学报告一个观念 当空气中的电场达到 每公尺呢 是300万伏特的时候 它整个空气呢 就变成一个导体 所以它因此会产生 瞬间的放电的现象 就是我们所谓的雷击 这个先跟大家介绍 这样的一个观念 好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这个电场呢 其实不大 它只有一百而已 那我们假设 我们把地面的电位呢 通常是把它定成零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 它这个电场呢 来算出这个离开地面 一千公尺的这个 它的电位到底是有多少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公式 就是电位差 跟电场之间的一个公式 所以把A的电位 那减掉B的电 我们知道B的电位是零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等于E乘上D 所以VA的话呢 就会等于多少呢 就会等于100乘上一千 因为这个D是一千公尺 所以很快我们知道 它的A的电位 竟然已经高达十万伏特 就是10的五次方伏特 好 那有关这个电位差 跟电场之间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不是一样的什么 小声说 谢谢大家